懂了同学们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第三章的这块内容了 第三章从教材的框架结构角度上来看 仍然属于是教材第一边的第一个部分 是基础的部分 所以呢在这一章里面 我们还是要求大家什么 当然你要去理解 但是呢你也别太转牛角尖 有一些题目啊 有一些理论啊 它确实是有些难理解的 但是不要害怕 也就一个题嘛 好我们具体来看一看 第三章本章的出题历年怎么出啊 客观题为主 偶尔那么一道计算题 预计在我们二二年的考验当中的分数 两分到四分 两分就是一个客观题 四分什么意思呢 可能来个半道计算题 跟其他上节结合一下 有可能可能有那么一套卷子 会有这种样子的情况出现 那么本章重点关注的内容呢 考到最多的 第一个利率的影响因素和期限结构的这个理论 这个要考 起码就是客观题 然后第二个知识点 富力及年金的一个相关的计算 这个是第二节内容 然后第三节内容呢 很多 很遂 很多同学觉得不好理解 他的各种题 单选题 多选题 翻过头来 倒过去的 说这条线 那个的影响 这个变化起来了 那个移动起来了 风险偏好了 这些东西搞不明白 怎么办 我们说 你要沿着我到时候讲解的这个思路去说去 他其实 最最容易考的是什么 单项资产和两项资产 投资组合 就是要不是一项 要不是两项 当然有可能有多项 考的多的是一项和两项 对吧 那么是什么东西 什么指标 希望报纸率 和标准差 它有什么样的关系 计算 然后你算出来之后呢 我是可以把它在坐标轴上画出来 对吧 其实是两个指标 对吧 一个横轴 一个正轴 可以把它画出来 画出来 就把刚才的数字变成了图像 好 图像 是曲线 还是阴影部分 还是边界 还是切线 就出来问题了 这个就是后面讲的资本市场线和证券市场线的 一系列的一个概念 所以你的逻辑啊 大致上的逻辑是什么 先是两个指标 希望报纸率和分准差 然后呢 把它画到图像当中 就已经是图像的概念来了 然后就是围绕这个图像啊 是曲线还是阴影部分 是边界还是做切线还是什么 就引出了这个两条线 这个是最容易考的几块内容 当然我们说最多啊 经常考的就是什么 就是客观题啊 所以大家也不要怕 为什么不要怕 因为不会出太多怪的那种题目啊 三个部分很独立的 逻辑也不同 所以你如果啊 就是死扣 有难度 所以你除了一个是要去体会它 你不能不能背啊 你不能说证券市场线 什么结论一二三 你把它背下来 这个是不行 你要这么学完了 我跟你讲 才到第三章 你就开始这样子背 后面还有多少章呢 是吧 你看啊 这个三点二 就第三章第二节 负利及年金的相关计算 套路 所以我们要会的是那个套路 套路是什么 你把时间轴画出来 你把现金流 哦 这里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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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位定好了 然后再开始计算 计算就是非常标准化 城市化 就搞定了 这个是三点二 将报价利率转化为 继续周期的这个利率 就是现金流出来 那个折线率怎么弄呢 在同时就出来了 这个是一个套路 然后这个是三点三节 这块怎么学 就是第三节 容易有奇奇怪怪的节 同时很多人不理解了这个 反正最多就一道集 两分 你自己看着办 是不是你需要 在这个地方纠结 两个礼拜 迟迟的下不去 下一个章节 还是说考试在这个地方 迟迟的纠结五分钟 然后影响后面的 有必要吗 没有必要 是吧 就两分嘛 大不了不要了嘛 是不是 但是我们还是尽量 把这两分拿到 那感觉好一些 是吧 风险呢 第一个难点 它难在哪里啊 公式烦 杂 老是 Sigma一出 一个减一个 还要平方一下 或者一个减一个 还跟另外一个乘一下 这个东西一来 同学们就 吃不消了就是 所以我们咋怎么办 你不是乱吗 我给你理一理 可以吗 我们只计一个方差的公式 其余呢 就是你看我讲课的思路 教学的方法就是什么 我教你原理 然后从原理出去 我教你一个方差的公式 然后从这方差公式 小变化出去 告诉你名称记忆 掌握一个核心 然后围绕核心转 你会不会 你得这样 你不能 总共你围绕核心转一圈 五个你就记五个 那不行啊 记一个 然后变 然后记它的那个变化 就行了 第二个难点呢 是什么 刚才是公式对吧 两个指标的这种公式 希望报酬率和标准差的这个公式 第二个部分就是什么 就把数字反映到图像上去 就是直光了 开始到图像当中 同学就开始搞了 就是 我们在图像上方法是什么 首先你要把会看这个图 知道它很重表什么 重重表什么 然后它的也是套路 它为什么说这个比那个好 这个比那个差 它是基于什么 它是基于的就是什么 风险相同的情况下 我收益更高一点 或者收益相同的情况下 风险低一点 你说你要你选 你是不是这样 对吧 那么这两句话 反映在图像当中 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向上向左 向左上的这个思想 这个思想就是什么 就是同收益 我风险要小一点 然后同风险 我收益要高一点 反映的就是这两句话 那么在图像上就是这个 好 所以你要会 公式怎么弄 图像你怎么看 你就搞定了 第三 这个第三节 所以做了这几点 难道就降下来了 就是一件事 所以你要沿着我的这个思路 去搞去 不能自己上来就搞 自己一看 第三章 思维倒头画出来 主要公式列出来 背 不行 这个样子 肯定不行 为什么 你这个就是什么 你就是每个点 你都自己下去 跟他硬扛去了 那不能硬扛 就是我们要巧妙的 来掌握下去 好 下面开始 第三章讲的就这个三节 第一节利率 第二节 货币时间价值 第三节 风险与报酬 这一节套路对吧 时间轴定位先进流 搞清楚折现率算 这个呢 是什么 两个指标 公式是什么样子的 有小变化 围绕核心的小变化 图像是什么 然后向上 向左 向左上的思想是什么 主要就是这个 好 开始来 讲第一部分利率 基准利率 这些特征 利率 利息比本金 比出来的就叫做利率 这个就是 一百块钱 三块钱利息 三个百分点 那么影响因素是什么 平均利润水平 货币的供给与需求情况 经济发展状况等等 这个你大致了解一下就行了 市场上大家都很赚钱 所以利率就会高一些 为什么 大家都很赚钱 大家都想 我能不能扩大点规模 再加点杠杆 我是不是赚更多的钱 所以这个时候 因为利润水平高 所以想借钱的人就多 借钱的人多了 货币的需求就高了 如果供给不变 那么利率就上去了 是不是 看 它是有逻辑关系的 那个经济发展状况 这个经济发展快了 慢了 这些都是平常 经济发展 如果现在都有销条 一塌糊涂 大家肯定都不接了 都不接 那么利率水平不就下来了吗 为什么下来了 需求下来了 如果供给不变的话 价格就下来了 是吧 好 这个 还有什么物价水平通胀 通胀高了 我要了 把钱借出去的人 要的利率也会高一些 国际经济的状况 周边国家会对它有影响 对吧 货币政策等等 了解就行 然后基准利率 含义 基准利率是金融市场上 具有普遍参照作用的 就央行公布的那个 一年期存贷的那个基准的 其他利润都是在这个 就是它是中心 我要它赚的 就是它是毛 在毛上下左右浮动了 就是 其他的这个东西呢 都是根据这个基准水平 来确定的 这个就是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基准利率它有什么特征 第一个市场化 基础性 传递性 市场化 是央行定的吗 是的 所以你说这个是央行 规定的 对吗 不对 研究表明 央行 可以定 可以对它做一定程度的扭曲 但是不能长期的 扭曲它 它背后最终决定的 还是市场的一个水平 所以是由市场共有关系决定的 且反映了市场对未来共有状况的一个预期 所以你看到吧 这个是它其实是反映的是市场的一个情况 央行不可能长期 十年八年都在扭曲你的这个利率水平了 不行了 这个是出大问题了 这个是好 我们来看 如果市场预期未来资金需求的增加 超过资金供给的增加 利率就会上升 什么意思呢 就是愿意往外借钱的人 借的钱多一点点 这个是什么 供给增加了一点点 但是想借钱的人 这个是什么 需求更多 多出来的更多 所以利率就会往上走 这个注我们待会再看 好 这个是市场的话 第二个基础性 它我们说什么 它是毛 在利率体系 信用产品价格体系中 属于基础的地位 它一动 基准利率一动 其他利率也要更加动 对吧 传递性 正是因为它是基准的 所以它有传递性 它一动 其他都要动 这不就传递了吗 是吧 所以能有效传递到 其他金融产品和 产品的 这个金融市场和 金融产品的这个价格上 所以它你看到没有 它这个是几个是连着的 因为有基础性 所以它有传递性 它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是那个市场化 如果它是行政化的 传递吧 不传递啊 怎么传递的 都是我的一纸公文传递 正是因为市场化了 所以你的利率 自准利率动了 所以它会通过这个市场 传递到其他上面去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基础性和传递性 和市场化 其实是连着的事 对吧 然后我们来看啊 银行贷款利率 大多为要基准利率上下浮动 对吧 一般我们看到都是在基准利率上上浮动 然后下浮动 对吧 当利率随便发生变化的时候 如果债券价格 立刻就会发生变化 因为折现率相当于变了 债券价格就变了 然后股票也跟着变了 所以这个是第六场的内容 然后呢 我们就要来看看这个柱了 这个柱讲的是个什么东西 就是供求关系 其实我们在 基本原理三当中讲过这些的 我们在刚才在解释 这个地方的影响因素的时候 其实也是沿着供给跟需求的这个维度去解释它了 是吧 好 我们来看啊 这个供给需求里面价格越高 那么需求就越少买不起啊 利率如果20% 你敢借吗 你不敢借 这不就是你的需求和意义吗 本来我想买个大房子 大别墅 对吧 大house 一看利率20% 借不起 假如我把作用回去了 是吧 再一看 我想借钱买个大别墅 又问借款利率多少 零 没有利息 还借了 是吧 不借 白不借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价格越高 20%的利率 我就不敢借了 需求就被抑制住了 对吧 然后 你想价格 这利率是20% 这个时候愿意外购借钱的人多 高地带是吧 20% 所以这个就是价格越高 需求被抑制住了 供给呢 还刺激出来了 反过来价格如果低呢 零 这个时候想借钱的人特别多 对吧 反正也不要多花钱 相当于把未来钱现在就用 一分钱的钱没有多好 所以需求借款的需求就多了 如果借款的需求就特别低的话 但是愿意借的人就少了 我傻 我借给你 今天借给你 明年你还给我一块钱 还是一块钱 我相当于白白把钱给你用 是吧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资金的供给就会移植住了 所以这个就是价格 这个就是利率 其实就是一个资金的价格 它就在调节 如果供大于求 价格就会跌 如果供小于求呢 价格就会涨 所以如果这个供大于求 价格就会跌 跌到什么时候 跌到它债平衡的时候 反过来也是一样 涨到它债平衡的这个时候 所以就是通过 这个价格因素在调节 通过它背后的这个市场因素 在调节它的 这个就是理解就行 不太会真考虑 好 我们来看利率的 这个具体的这个影响因素 这个地方呢 就会有客观起来了 好 利率等于纯粹利率 加上风险一架 这个是整体的利率 等于两块 纯的和多出来 那么风险一架 又等于什么呢 有四块 哪四块 第一个通胀一架 第二个违约风险一架 第三个流动性风险一架 第四个期限风险一架 怎么记呢 画个图给大家看看 整个长条是利率的整体 它等于纯的 这个黄的这个部分 加上轻的这个风险一架的这个部分 那么这个风险一架呢 我们打开来看 IP Inflation的这个 Premium 都是英文的这个首字 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通胀的一架 然后呢 这个D呢 是就是那个违约的 你可以看英文 你可以看到前一页去 违约风险的一架 通胀一架 违约的这个一架 然后呢 是流动性的一架 跟这个什么 期限的这个 这个一架 四块东西 同时 这个什么 就是这个纯的这块 加上这一块 什么 这个通胀的 这个一架 加起来呢 是叫做 明义无风险利率 是5% 所以我们看到 明义这个词出来之后 就是含了什么呢 就是含了通胀的 就是通胀的 这个2%的 这个影响因素 已经进去了 所以我们平时讲 无风险利率 讲的是什么 如果不带明义 这两个词 其实指的就是 明义的这个概念 然后我们底下 一个个的来看 它这几个一架 到底为什么 要一架 好 第一个 先把最基础的 这个纯的 看清楚了 纯的表示什么呢 就什么都没有啊 有通胀吗 没有啊 通胀因为是个一架 那么有风险吗 没有啊 无风险 无通胀的时候 资金市场的平均利率 又称作是什么 是真实的 无风险利率 所以这里 无风险利率 有两个 一个是真实的 一个是明义的 明义的是含了通胀的 真实的呢 不含通胀 好 举例是什么 没有通货 庞胀的时候 短期政府债券 可以是做 纯粹利率 你看啊 无通胀 通胀一架没有 对吧 短期 所以期限的一架 有没有 也没有 政府 一般认为政府的信用很好 不会违约 所以违约的一架也没有 最后呢 是流动性 政府债权的流动性 又非常好 所以流动性一架也没有 所以你看啥都没有 它就是纯的 所以是短期的 政府的 不是长期的啊 你也别跟我举例 是不是 进马步 维瑞拉这种 奇葩国家 也不是啊 指的是 信用好 中国啊 美国啊 这种 明白吧 所以这个就是纯的 好 底下来看一个个的 这个 一架 第一个通胀的一架 通胀的一架 什么意思呢 一定期间之内 通货膨胀的平均水平 通常会被加到利率当中 叫做通货膨胀的 这个一架 比如说 一篮子商品的这个价格 平均价格 从100涨到102了 通胀水平就是2 这个同学们都熟 但是为什么 有通胀的时候 你要加到这个利率水平里面去呢 是因为 我现在把100块钱给你 借给你 对吧 所以一年之后 你得付我利息 是不是 那么这里有个前提假设 是什么 100块钱 我现在可以买一篮子商品 是不是 但是因为有通胀 到一年以后 100块钱 我买不了一篮子商品了 是吧 你得给我102块钱 我才能买到一篮子商品了 所以什么 所以我今天借给你100块钱 你一年后给我102块钱 如果通胀率是2的话 我就是说 我现在买的是一篮子商品 就买这几家 我一年之后呢 还是买了这几家 那不又成了 我白借给你一年了吗 是不是 所以这个通胀的这个溢价 是一定要含在这个利率里面的 剃掉这个通胀溢价之后 那才是什么 才是真正的这个利息 才是 我借给你了一年 你得给我点好处 是不是 所以存的那个利息 是你补偿我 一年不花钱 白等一年 你补偿我的好处 然后这个通胀溢价是因为通货膨胀 你要补偿给我的 是这个意思 第二个 违约风险一家 就是到期不能足额还本付息 就叫做违约了 那么发行人他存在 就是借钱的这个人啊 存在违约的这个风险 所以呢 你要提高这个价钱 我才接近零 否则是什么 就社会上正常的利息水平 是几个点 你要给我 通胀的补偿 你要给我 你万一信用不好 你还要补偿我 万一你还不出来钱 那是不是 所以这个是因为你 信用 跟政府比 比不过政府 所以你要比政府的价格 利息的这个价格 还要更高一些 资金的这个价格 还要更高一些 所以这个就是说 你风险越大 违约的风险越大 要求的这个补偿就会越高 违约风险的这个印加 就会越高 好 决定啊 这边就是通常 我政府财献没有违约风险 违约风险一家就是零的 公司的评级越高 说明他的信用越好 说明他越接近政府的信用 所以他的 违约风险的一家就是什么 越低的 所以这个逻辑关系 你搞清楚啊 千万不是 这个公司的评级 与风险一家水平成反向 变动关系 背 要背吗 不用背 你自己去想 这个逻辑关系去 评级高 信用好 通吗 通了对吧 信用好 说明他跟政府越接近 对吧 那就说明他在政府的技术上 加上去的那段要少一些 所以你自己想想 这个逻辑是不是通 好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 2020年4月2号 因为疫情 对吧 因为疫情 所以没人出去玩了 高端酒店也没人住了 标准扑啊 下调万豪国际的评级 这个是他在标普的那个平质体系里 投资级的最后一档 再下调就从投资级变成投机级 不是广东话 投机啦 这个说投机啦 就是投资的意思 不是广东话 投机 就是赌 这个如果BBB再下调 就是赌的话 不会违约了 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就展望负面是什么 就是现在 站在现在看看未来 还有可能继续下调 这个叫展望负面 展望稳定 就是站在现在看未来 未来跟现在差不多 这个叫展望稳定 展望正面 就是说站在现在看未来 未来可能会更好 这个是展望的意思 这个就是把你调到 投资级的最下面一级 展望负面 所以告诉大家 我还有可能继续下调啊 再下调就进投机级了 什么意思啊 因为很多人啊 其实也不清楚 这个债券 它这个风险到底有多高 就是看评级 对吧 所以很多 有些的这个投资机构 它就规定 只准买投资级的啊 不准买投机级的 投机级又叫做垃圾债券 不允许买 就是这个政策 所以呢 就造成什么 评级机构一旦把一个债券 从投资级 一下子打到 就是尤其你已经在 临界点上的时候 你现在还是投资级的 对吧 那么马上你就要进入 投机级了 就垃圾债券里面去了 因为你这个一下调 哎 性质变了 你知道吧 这个就是它什么 这个就是 它先是这个量变 引起质变了 就是 那么很多 因为它想买你也没办法 你大牌你也没办法 你现在是垃圾债券 我不能买你 所以必须抛 抛了你这个债券的价格 就会掉下来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告诉你 已经到临界点了 就是在疫情的情况之下 万豪这么牛的一个酒店 它的经营状况 也受到影响了 也有可能会被打到 垃圾挤的这个里面去了 对吧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影响的因素 就是 它本来很好 信用很好 但是现在有疫情 酒店都没人住 所以它不行 所以它现在信用变差了 变差了 那么这个违约风险 一价就要高一些 那么什么叫信用变差 就是更有可能不还钱了 对吧 到期不还钱了 所以这个风险 违约风险一价就要高一些 讲这个例子 不是给你讲这个万豪怎么样 好不好 这个标准普尔好不好 这个BBB减是投资级的最后一级 不是给你讲这个 是给你讲这个 这个是什么东西 标准普尔公司的名字 叫S&P 英文的缩写 标准普尔 为什么跟你讲这个呢 这里有个很巧妙的东西 到第七章的时候 我们这里是打个伏笔 这个是 第七章的时候 有个公式 它恰好就跟标普的这个名字 S&P 它是一样的 所以我给你讲一下这个公式 顺便给你稍微小拓展一下 那么到底第七章的公式是什么呢 用到这个S&P的呢 且听第七章分解 好 两个讲完了 讲第三个叫流动性风险的 这个一家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 什么叫流动性风险 你现在也明白什么叫流动性风险 然后才知道 因为你面临着这个风险 所以你要补偿点 流动性风险就是说 不能在短期内 以合理价格变现的风险 叫做流动性风险 听好了 A选项 不能在短期内 某债券不能在短期内变现 因此该债券面临流动性风险 它这个里面差别差在哪里 这个是个关键词 合理价格变现 我也可以卖 都可以卖 无非是价格的问题 原来一百块钱的东西 九十九你不买 我降到一块钱你总不买了 是吧 所以它的这个关键词 两个 一个是短期 一个是合理 他说某债券能以何以价值变现 因此该债券不存在流动性风险 对吗 不对 它缺了短期两个字 我要卖了卖一年 早就过了这村没这店了是不是 所以不能时间太长 所以要在短期 然后呢还要是合理的价格 我说我能卖出去的一折买 不行 亏大了是吧 所以是短期合理价格 只要你做不到短期内 合理价格把它抛掉 那么就要就叫做有流动性风险 那么有流动性风险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现在买了你这个债券 等我想要用我买你的东西 买你债券的时候要花钱对吧 我钱没了换成了债券 等我想要用钱的时候 把你债券抛掉的时候 不能在短期内 我想现在就想用 结果呢要卖一年不行 我现在就想用想用一百块钱 结果我非要以八十才能卖的也不行 所以关键词是两个 那么我既然我猜到我到时候卖的时候 可能要打折扣 那我买的时候我就要求你就要打折扣 是不是 所以这个就是流动性风险 流动性风险债券就会提高利率作为补偿 等到第六章的时候 讲完第三章我们就讲第六章了 你就会明白提高利率 就是提高了折现率 债券的价格就会下来 你想想看折现是不是 你折的越厉害价格就下来了 这不就是我说的 因为我担心我到时候 不能以合理价格抛出去 所以我买的时候你就给我打个折 你给我打折 就是你的价格下来了 你的价格下来了 就是你的折现率上去了 就是你的利率上去了 这个逻辑啊 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听明白 没有 如果听不明白没关系 到第六章的时候 我们还会再来重复这里的这个逻辑的就是 好举例 国债的投资者 买国债来多 因为知道它不会破产 是吧 中国这种政府 不会有问题的 流动性就好 你不会到时候没人要的 肯定有人要 这个市场上 流动性就会好 流动性风险一加就很低 那么小公司就不一样 大公司 可口可乐 不会有问题 对吧 那个中国的比如说 中国电信 你觉得有问题吗 不会有问题 是吧 但是 中华 什么 电脑 这公司你都没听过 是吧 那么 他的债券你敢买吗 你不敢买 是吧 今天买了你的债券 等我想卖的时候 没有人从我手上接盘 所以我就不敢出太高的价格去买 所以我买的时候就要打折 就是 打折 这个就是我觉得你有流动性的风险 你流动性的风险越大 你的这个风险一加就会越高 注意啊 这个是利率的一加 不是他债券的这个价格 搞搞清楚这个事 好 流动性风险 最后是期限风险的这个一加 什么意思呢 期限风险这里我们不举例子 只要你去理解它 利率上升 债券价格就会下跌 刚才已经讲过了 第六章的时候会重点讲这个事 所以如果债券期限较长 十年期 我哪知道这个十年内 利率会不上涨 尤其在当下 已经是加息的这个窗口期内了 这个周期之内了 这个利率一定是往上走 很有可能走得很高啊 这个时候 那坏了 我如果现在买你的债券 底下利率一涨 折现率就涨 债券价格就跌了 那我亏了 是吧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 夜长梦多利率可能上涨 所以我因为担心到时候受损失 所以你现在就给我打折 现在债券价格就给我压下来 就相当于我的折现率就上去了 折现率上谁就是我的利率上去了 那么其他东西都没动 是什么东西动啊 是这个期限风险的这个利价上去了 所以债权人会担心利率上升 而要求提高利率作为补偿 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利率 市场利率风险的这个利价 也叫做什么 期限风险的这个利价 好 也是大致了解 好 做题啊 利率是资本的价格 由无风险利率和风险一家构成 那么风险一家是哪几块呢 是违约的一家 期限的一家 流动性的这个一家 没有汇率的这个一家 要把汇率的一家换成是什么 通胀的这个一家 所以这道题 BCD 其实就是考了你那个什么公司 对吧 好 然后来这一块理论 我们说利率这个部分最有考的概念 就在这 利率的期限结构 它就是说 为什么会长这个样呢 就是 这个就在考虑这个 资本概念定义 在任意十点都可以用 横坐标表示不同的到期期限 横坐标是什么 到期期限 什么意思 在今天 2022年3月的某天 在今天 距离今天还有一年到期 两年到期 三年到期 等等的 债券的收益率是什么样子的 这种足标表示 到期收益率把它连起来 大体上是这个样子 大体上是这个样子 那么你看这条横坐标是今天 距离今天到期的 收益率还是多少 就是距离今天一年后到期 两年后到期 三年后到期的债券 的收益率是多少 那这里有个点 这里有个点 这里有个点 把它连起来 就是这样的一条线 就叫做收益率曲线 英文的Yield 或者Yield 负数加S 所以你平时看到的这个单词 就是这个意思 收益率曲线 很神奇的 这个 我其实早就接触了 超过应该有十几年了 大概09年的时候 我就接触到相关的这个东西 这个里面会隐含了什么东西呢 这里面其实是有奥妙的 你说这不就是 一年后两年后三年后到期的 债券的那个收益率吗 它连起来 它反映了什么东西呢 反映了里面有东西的 有什么东西 马上我们就要来说 就是这个理论就是 它通过你这条线 找它背后的 隐含的那个东西 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利率的期限结构 它反映出长短期利率之间的关系 三年比一年长 一年比三年短 所以越左边是越短期 越右边是越长期 对吧 它是反映长端利率 长端利率 长期利率 一个意思 到期时间更长了 和短端 短期利率 短了 一年六个月 甚至更短了 之间是什么关系 是往上翘的 还是平的 还是降的 还是这样子的 那么它是反映了什么 怎么解释它这些东西 就是我们这里的 收入率曲线的种类 上斜 下斜 水平 风行 那么这里有例子 对吧 你看这条 左边的这个图 蓝色 上斜的 这个黄色的 这个橙色的这条虚线 基本上是平的 对吧 右边橙色的这条虚线 往下是吧 然后蓝色的这条实线 是先上升再下降 这个形成的一个山峰 这个就是 好 这个就是实例 就是到底是哪一天呢 这个什么样子 你反正这个形状 你认得就行啊 然后这个具体是哪一天的 对吧 这个是什么样子 这个你口后可以去看去 注意啊 这个是哪一天啊 这个一条线 是那一天 债券的各种各样 到期时间的债券的 什么收益率 一条线是一天 各个年份的 债券的这个收益率 那么你说不是今天了呢 不是今天 这个这条这条线就变了 所以一条线是一天 这个是啊 不是一条线代表了很多天 今天明天后天 一年之后 不是的 这条线是一天里边 一年之二年之三年之五年之 七年期十年期的 产生收益率的 把它连起来这条线 那么数据呢 大家可以自己去查去啊 叫investing这个网站 网站上的那个小国旗 一搜你就换到各个国家了 对吧 你点国债那个 那个小选项卡 你数据你就见准 你自己都能收到 这个就是 为什么我选了这几个天分 这几个美国的 这个这几个时间点上 土耳其的这几个时间 这个都是很 就代表性的 他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就是很容易就解释掉了 因为我们后面的理论 很容易解释掉了 好 最后我们说一句 风行其实是什么 就是上斜加下斜 拼起来了 不就拼起来了 先上斜再下斜 不就拼起来 就是个风行吗 那有同学说还有股行 先下斜再上斜 不就是股行吗 是有 但是书上怎么没有 书上没写而已 有股行 还有波浪行 是吧 它只拼就是 它其实最基础的就是 平的上斜和下斜 其实最基础的 就是这个三种 那你考试的时候 它说有几种 你说四种 因为书上说的是四种 好 然后我们来看 这个为什么平啊 为什么上 为什么下啊 怎么解释它 你看我们的理论就来了 你看我们的这个 就是搞这个 就是理论研究的人 是怎么去尝试 去解释它这个 好 先来看相关理论的分类 有好多种理论 去来解释它的 有无偏的理论 和有偏的理论 无偏的理论 又叫做纯粹预期理论 预期理论 什么预期 完全取决于市场 相当于是市场的一个预期 具体是什么 待会再说 那么有偏 无偏就对有偏 对吧 有偏里面又分 一个叫市场分割理论 一个叫流动性溢价的一个理论 市场的分割理论呢 是说是说的是什么 什么东西造成了这个 这条线化 就是这条税率曲线化 是这个样子 就是利率这个期限结构 是这个样子的 取决于预期和偏好 就是你看 这个无偏就是预期 对吧 就是这个预期 就跟预期一样 就预期在那 没有偏离 所以叫无偏 又叫纯粹预期 纯粹的 只有预期 那不就是没有偏吗 简称预期理论 那么有偏呢 就是有一个预期 摆在那边 还小瞧一下 歪了一点点 跟他偏离了一点点 那么是预期 叠加了一个什么 叠加了一个偏好 这个叫市场分割 叠加了一个什么 叫流动性的一个影响 预期 那就是流动性溢价 明白了吧 所以哪个是基础 预期理论是基础 纯粹预期理论是基础 这两个是一个理论 无偏预期 这个预期理论 也是另外一个名字 三个名字 一个意思 这个是基础 然后看你叠加流动性的差距 还是叠加偏好的一个选择 这个是我们的无偏和有偏 有偏里面分两种 它怎么个分类 然后我们来看具体的这个解释 无偏首先是 观点 市场对未来利率的预期 就这条线是怎么出来的 是预期出来的 是决定利率基线结构的唯一 不是唯一二 是唯一因素 长期继期利率 是短期预期利率的无偏估计 哎呦喂 这什么话 无偏估计 这是一个数学语言 因为我附在后面 无偏估计 就是使这个函数啊 是完全由一堆参数算出来 可以完全算出来 无偏啊 算出来什么就什么 就好比最近不是有打仗吗 是吧 打仗会发导弹对吧 导弹打到哪里去啊 那不是有一堆参数吗 那算出来打到哪个点就是哪个点 一点点都不歪 这个叫做无偏预期利率 什么算出来了 长期继期利率 继期现在的 即刻啊 立刻马上继期利率 长期的就是现在的 从现在开始长期就不止一年了 对吧 两年了 是由什么算出来呢 是由短期的预期利率 就是现在的 开始的两年期的 这个利率啊 可以由现在开始的一年期 和一年后开始的一年期 短期啊 短期不就是一年吗 对吧 现在开始的两年 你看啊 就是现在开始的两年 可以由现在开始的一年 和一年后开始的 这个一年给它算出来 算出来 因为他说的是短期的 为什么叫预期呢 一年后的 一年期的这个利率 谁知道 那不就是预期吗 所以无偏的理论 什么意思啊 就是现在的两年期 是由现在的一年期 和一年后的一年期 算出来的 靠靠你 现在的三年期 是由什么算出来的 是由现在的一年期 一年后的一年期 两年后的一年期 三个一年期算出来 三个短期的 这个利率算出来 你说现在的这个一年期 这个不用预期对吧 现在市场上就看得到 那么一年后这一段 这一段 和两年后这一段 这谁知道 完全就是预期嘛 所以他说 哦 他这个完全就是算出来了 无偏 这个导弹参数放进去 打到打就是哪 一点点都不外 就是算出来了 这个是 这个是无偏预期理论 意思就是说 算出来了 好 看底下怎么算啊 无偏就是数学语言 就是一系列的这个可以算出来 长期的机器可以用多个短期 求几何平均算出来 怎么算的 就是这里 从现在开始的两年期 市场利率如果是6.5 怎么算的呢 它是由什么 它是由现在的一年期的6% 哦 从这一点到这一点是6% 叠加一个一年之后的一年期的7% 那就是现在一块钱到一年后1.06对吧 那么一年后它的利率变成7% 那就是1.06乘上1加7% 这个样子算出来 哦 这个它和现在的两年期是等下的 所以开用号减一算下来是6.5左右 就是这么算出来的 所以同学们你自己这个小例题摆在这个地方 不是告诉你这个计算怎么算太简单了 这个它是告诉你这个为什么说 长期计期利率等于短期的预期利率 求平均什么平均 几何平均算出来了 这个词不是叫你去死掉 到底是长期计期利率 是短期预期利率的几何平均 还是说掉一下 长期的这个叫做什么 预期利率是短期的计期利率的 这个是这样说对吗 不对 为什么你这个计期和这个计期和这个预期 长期和短期的这个搭配 你为什么不会错呢 希望你明白底下这张图 你明白底下这张图 长期从什么时候开始 从零开始 从零开始当然是什么 计期的 短期的有从一开始的 一那不就是预期的吗 一年后的谁知道 一年之后你现在看不到那就是预期啊 明白了吧 所以这个我们说了 所以每个细节都不是让你去死进被的 你如果真的我能问出来 我都基本上我都应该都能给你讲出来 这个为什么呢 就是啊 好 底下这个理解 就是大家看一下怎么样市场上去调解它 如果两年期的这个计期利率低 那么资金的需求者呢 那么借想借钱 那我就借个两年期的好了 所以他的这个需求就会更多的转到两年期上去 所以呢 转到两年期的这个利率 这个这个利率上去 利息上去呢 借贷上去呢 之后就是什么 两年期的这个借的人多了 需求多了 他利率就会往上走 直到他重新采平了 好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就是理论 那么怎么具体来解释 上写就是什么 就是市场利率要上升 你自己算一下 就是六和七算出来是什么 是这个叫做六点五 所以你看你一年期是什么 一年期是六 那么站在现在一年期是六 那么站在现在两年期是六点五 那么就是意味着大家 其实对于猜 一年之后的那个利率是多少 猜你是猜是七 那么这个样子连起来 是这个样子的 是上写的 所以你看到一条上写的这个曲线 就说明大家猜 未来是在什么 是在利率是在涨 涨什么意思 加息 所以你去看一看 18年的一月 为什么美国的那条税率曲线是上写的 就是大家认为每年主要加息的 后面果然是在什么 是在加息的 好 下写呢 下写18年的这个12月 就是土耳其的这个样行要降息 所以他对于市场未来的这个预期 就是什么 就是上写就是要加息 下写就是要降息 平了就是不升不降 就是到了19年3月 大家认为加的差不多了 稳了 底下不会再操作了 就是这个意思 风行的那么就是先加息再降息 那么8月的时候 为什么大家认为先要加息再降息呢 因为当时 因为他外交上有一些冲突 所以当时外资有逃离的迹象 所以大家认为你肯定要先加息 保你的这个汇率去了 然后呢 所以你要先加息 那么大家都认为 这个也就是一个短期的一个冲击 几个月之后呢 可能这个风头过了了 那么你可以再把利息再降回来 所以他为什么会形成风行 就是这个样子的 明白吧 只不过这种解释的点在于什么 是完全由预期构成的 没有其他东西 百分百都是预期 明白吧 所以这个理论 无偏理论 预期理论 纯粹预期理论 这个关键点就是在于 所有东西都是预期来解释 没有其他东西 所以他的缺陷就是什么 太理想化了 怎么可能呢 这个除非你在算物理是吧 你说你这个爬多多的青角 打出去之后打到多远 是什么地方 理论化 太理想化了 有没有空气阻力啊 你这个炮弹本来这个形状正不正 炮筒的这个 你说是45度 万一是44度多一点呢 万一是46度多一点 是吧 各种各样的干扰因素 万一催泪在大风呢 都有可能 所以这个就是太理想化了 就是他用过所有的东西 都是预期理论 没有任何的干扰因素 可能吗 实际当中不可能 这个就是他的 理论的缺陷 这个地方来了 假设市场对未来短期的 就有确定的预期 并且资金流动完全自由 没有交易限制或者交易成本 不同期限的债券可以完全替代 刚才说了 大家觉得两年期的便宜 马上就从其他期限 溫到两年期上去了 所以他才能自发的调整完毕 如果这个时候 你不是要弯过去吗 肯定你要处理掉一些其他期限 如果这个时候政府来到 交易所来到 不许买出 你过不去 或者给你增加你的交易成本 你钱没法完全过去 那你就做不到迅速的 这个市场重新打到均衡 就做不到了 所以说他这个理论太理想化了 就是他就认为 你看全是算出来 没有任何干扰因素 大家一看这个价格不对 马上就自发了这个调整了 调整也没有任何的时间 没有任何过程 没有任何成本 太理想化了 所以这个就是 正是因为他太理想化 所以他有缺陷 所以他有缺陷 所以他会 有其他的理论来修正 这个缺陷 好 这个就是什么 不同期限的债券 可以相互替代 注意是完全替代 就是我看那个不行 马上就过来 我看这个特别好 马上就过来 看那个不行 马上就跑 如果人家说你不让跑 或者你看到这个 两年期的特别便宜 不让买 那不就歇菜了吗 是吧 所以这个就是 就不能有任何限制的 这个就是完全替代 一年期跟两年期 我想买哪呢 想买哪呢 随便 凭我开心就行 你看这个立即就说明什么 定价合理 必须能够自由 资金要自由流动 两年期的利率 这债券和一年期的 这个债券可以相互替代 我看两年期的爽 便宜 这个利率借 我马上全部 什么换到两年期那来 这个就是什么 完全替代了 是吧 不能有任何的这个限制 好 可能吗 市场绝对做不到这种样子 好 就出了市场分割理论 市场分割理论是说什么 就是由于偏好不同 或者其他原因 投资者固定的投资于某一期限的债券 而不涉足其他期限的债券 哎 就我就在一年期上玩 我不玩两年期的 好 一年期的近啊 两年期的 关于有变化的呢 我不玩两年期 那个就说什么 一年期的 这个利率变化波动太大了 我就玩两年期的 稳定 我们互相不玩 你想卖给我我不买 我想卖给你你也不买 就是各玩各的 这种就叫市场分割 你听他这个名字 市场分割来了 你玩 你玩你的 我玩我的 才叫分割开来了 我们不是打通的 我们分开来了 所以你看他这名字 就告诉你 这个理论才说什么 形成了各个不同期限的 细分市场 细分 不相往来了就是 然后呢 我们各自玩各自的 对吧 我在我这个市场上玩 所以我这个市场上的 这个供求关系就决定 我这个市场上 就是一年期 或者是几年期 这个利率的这个涨跌了 就是供求关系 有各自的供求关系 互相之间互不影响 刚才那个是说什么 预期理论就是说 完全就是什么 没有限制啊 就是来去都是一阵风啊 都是 就是刷一下就过去 刷一下就过来了 现在呢 你刷一下 一点点都没过去 所以这个是 也很极端是吧 这个就是 好 这个是市场分割理论 那么怎么解释呢 一年期的 为什么比两年期的低啊 这是两个不同的市场 分割开来的市场 割裂开来的市场 完全没有打通的市场 所以你们各玩各的 一年期的为什么低啊 那就是你一年期的这个市场均衡水平低啊 为什么你均衡水平低啊 你的供求关系就造成了 至于你供求关系为什么造成了 没说 不解释了 就是 所以这个书上只说到这一步 短期的均衡水平低于长期的均衡水平 所以是上写 这是废话 其实它压根啊 啥都没解释 你明白吧 它只是说均衡水平 你的是这个 它的是那个 其实啥都没有解释 下写呢 就是短期的均衡水平 高于长期的这个 利率的均衡水平 平的呢 就是一样的 均衡水平都是一样 风行的也就是什么 先小于再大于 其实市场风格理论 什么都没有解释 它就把皮球踢给谁了 踢给你们不是割裂开来的市场了吗 然后你们各自在割裂开来的市场上 由谁决定啊 由你们市场内部的那个供求关系决定 供求关系的均衡点位 是这个样子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其实什么都没有解释 理论缺陷 认为不同期限的债券市场 完全独立 不可替代 刚才是什么完全替代 现在是完全 就不相干了 就是 所以是两个极端 明白吗 所以它这个地方就有 就造成什么东西呢 就无法解释 不同期限债券利率所体现的 同步波动的这个现象 你一看啊 现在马上 本来这个中国的 比如说收益率曲线是这个样子的 现在一说 哎呀 美联储那边要加息了整体都往上走 美国也是一样的 美国现在是 比如说一个月前是这样子 现在马上说要加息了整体它都抬高了 哎 你这个理论不是说一年期跟两年期没有关系吗 怎么要动 它们要抬高 怎么都整体抬高呢 怎么好像看起来还是有关系的 说明你这个理论也不完全对对吧 所以它就没法解释了 无法解释长端利率受短期利率影响呈现规律性变化 假设这一端是长端啊 什么意思啊 它规律性是什么 长端一般比较稳 所以它就是往上走的时候短端走得快 往下走的时候短端走得快 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的 短端变化比较大 周期性了 长端呢也在走 就是这个样子 往上走 往下走 往上走 要上一起上 要下一起下 然后短端的更剧烈 长端的更平稳一些 就是这个样子 没法解释 你不是说都不相干吗 那短的就短 长的就长 为什么短的在往上的时候 长的也在往上呢 然后它都有一个这种样子的周期性呢 解释不出来了 就是 好 曾经为两个期段 一个是说一年期跟两年期的 哎呦 来去一阵风 对吧 互相替代 一个是说一年期跟两年期完全不搭杠 所以都有缺陷 都不好 来了一个什么流动性溢价 这个 它是什么 折中的 各取了一部分 你看啊 短期债券的流动性好 长期债券因为市场利率风险高 刚才我们说过吧 期限溢价的这个风险 而流动性差 它是又把它规及到流动性差 因为市场利率风险高 所以流动性差 所以长期债券的利率 有流动性风险的溢价 因为你有流动性风险的溢价 所以什么 所以在短期预期利率的集合平均值上 加上了一个溢价的部分 所以你看它是解释了 首先你有一个预期板在那个地方 然后这个预期的基础之上 叠加了一个溢价的部分 什么溢价流动性风险的溢价 这个理论结合了预期利率和市场分割理论的这个特点 就是这个 为什么你的长期债券 市场利率风险高 而流动性差 它认为玩长期债券的人少一些 玩短期利率的人多一些 多一些流动性就好一些 所以它这个是把两个什么 它是 为什么它不完全忌惮 它有一点点忌惮 又不是什么 所以这个不是完全替代 不能来去一阵风 也不是什么完全割裂开 还是可以有一些后向的转化 所以它这个是什么 在预期理论跟市场分割理论当中 它是折中的 然后我们来看对收益率曲线的这个解释 上写 这样的 它预期未来的这个利率 同学一看晕了 上升并下降 上斜的曲线 你解释未来市场的利率 既可能上也可能下 这不废话吗 等于没说 不是 它说了 它说的是什么 它说的是 市场利率最后你看到的是这个样子 你用债券算出来 最后把它们连起来是这样子 对吧 但是呢 它这里边有一个流动性的 一架 我们可以把流动性一架扣掉 扣掉你就向下打一段 对吧 如果流动性一架扣的比较少 打完了之后 它仍然是上斜的 如果流动性一架扣的比较多 它打完之后就是平的 如果它流动性一架打得特别多 扣掉流动性一架之后 就是下降了 大家明白了吧 所以就是都有可能 好 再来看下斜 你看到的是下斜 这个还是叠加了流动性的 那么你把流动性的一架扣掉之后 剩下来的只可能是下斜 这个里面下降幅度 到底谁大谁小 请你脑子稍微慢一点 想一想再做判断 这个下降的幅度大于流动性一架 这个是它扣掉流动性一架的 那个存 就是比较真实的那块 不是存的 就是那块扣掉流动性一架风险之后的 那个利率的这个下降的这个程度 而流动性一架的只下降这么多 确实是大于的 对吧 所以请你脑子慢一点 那反过来是流动性一架 小于我们这个本身利率 短期利率下降的这个程度 对吧 所以你得看清楚谁和谁比 那么水平是什么意思 水平就是说 你看到的是水平 那么我扣掉流动性一架之后 也只能是什么 是下降了 好 最后是一个风险 风险我们说过了 就是把上斜和下斜 把它叠加起来 好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对收益率曲线的这个解释 你是不是根据我刚才画的几张图 大致理解了 我们就来看下面的几些题 以前考过了 现在说法中 符合流动性一架理论的是什么呢 长期计期 是短期预期的 无偏估计 无偏估计 那不就是预期是多少 算出来多少 就是多少 你根据预期算出来 那不就是预期理论吗 不对 不是流动性一架 错了 第二个 不同期限的债券市场互不相关 跟玩个的 你就割裂开了 这个是什么 市场分割理论 也不对 第三个 债券期限越长 利率变动的可能性越大 利率风险越高 这个是对的 这个是什么 利率风险越高 这个是因为什么 就是导致了这个流动性 出现偏差了 要考虑这个东西 流动性一架 就是对的 第四个 G7利率水平 由各个期限市场上的 供求关系 各自决定了 这个还是什么 市场分割的理论 由你们各自市场 各自细分市场 自己去决定了 所以知道自己选择的是 C这个选项 所以这个题呢 你看起来好像就是什么 考的是概念 但是你如果真理解之后 也其实是不用记的 因为这些个概念 无非就是这个 先分 有篇还是有篇 对吧 然后再细分 好 再来看17年这个节 下面关于利率 期限结构的表述当中 属于预期理论观念 预期是什么 就是算出来的 没有其他东西 不同期限 这个到期期限的债券 无法相互期待 各玩各的 无法从那边到这边 说明什么断裂开来了 市场分割了 对吧 A不对 B 到期期限不同的各种债券的利率 取决于该债券的供给与需求 不同期限的都各自取决于你们的供需 那不就是什么 市场分割理论吗 不对 第三个 长期债券的利率 等于在其有效期内 人们所预期的短期利率的平均值 这里的平均值指的是什么 几何平均 长的就是短的几何平均算出来的 算出来什么就是什么 那不就是预期利率吗 C是对的 所以这题就选C出来了 再看一下D 它是什么 长期利率等于这个短期的平均值 加上一个一价 加上一个什么 流动性一价 这个是什么 是流动性一价的一个理论 不是这个叫做我们的这个预期认数 这道题选择的是C这个选项 好 到这个地方 我们第三章的第一节就讲完了 先讲的是什么 利率的最基础的一些定义 然后讲利率的构成当中有几个部分 然后引出了 把不同期限的画出来 这个就是一条曲线 收入率曲线 然后怎么去解释形成的上写水平下写风险的这个 有好几种理论 各自理论的依据是什么 讲的是什么 怎么去解释的 希望大家课后才好好的领会领会 但是跟大家说什么 最常考的这一节的内容 就是在那个期限的 这个三种理论这个地方 但是不会考很多的 一套卷子不会考两套题的 三点一这一节 你说这个地方有点难 跟三点三那个地方多选题 单选题有点难 一般加起来也就一道客观题 所以也别太纠结 好吗 所以我们先理解 先尽量理解 实在不行 别纠结 到时候 好本讲内容到此结束 下一节 下一讲我们要进入 第三章第二节 货币实行价值 这个大原理的这个部分了 会比在预期阶段 讲基本原理的时候 会有更多的一些变化出来 好我们下一讲再见 �把这个有点难听 请留在这里 我 你 谁 谁